大家都知道那個 歐地的死對頭羅志祥 羅志祥成名的代表作就是 好兄弟啦 我不要講死對頭 死對頭是以前啦 又不是他跟黃安 黃安跟每個人都是死對頭 不是只有跟他 李安是我學長 至少找一個掰回來了嘛 要不要聽我要表演什麼 我們聽一張講反而不在乎你 對啊 對啊 好啦 羅志祥的代表作的那首歌叫做 無法無天 我今天就是要來教羅志祥 怎麼樣 怎麼跳 好兄好兄 等於就是 和尚撐著傘就對了 無法無天 帶來這位真的是舞蹈界的氣 漂亮 能看他表演的話也是觀眾一種福氣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幫很多智障的朋友會建立信心 對 他其實我也可以 你這樣爛過他都能跳舞的 還有什麼事情呢 原來我可以 一起來歡迎沈玉琳 來 舞蹈界的鬼才 沈玉琳來囉 對 拍拼時間 好好看喔 好 一、二、三、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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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王啊 舞王啊 不然你在拍什麼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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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幹嘛 有 來 我 好 貴了 太好了 來 不給他 天啊 太厲害了 這是什麼啦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麼啦 好深的現代舞 他懂於是從頭到尾 就兩隻手在蝦子摸上 完全不在那裡 然後完畢之後就坐下來 然後說這就是一支舞 舞蹈到底在哪裡 最可怕的地方是 他坐下來的那一歲就 我有覺得他有帥的感覺 超帥 你有害羞的感覺對不對 他有帥 這個就是問題啊 他用靠 如果你效果沒有把握 你就用節奏來取勝 是 用那個陣仗 對 如果你效果沒有把握 你就用節奏來 你現在可以講話嗎 還是我們再聊一下 但我覺得玉琳哥 我覺得玉琳哥最厲害就是 他從頭到尾他都沒有笑 我們旁邊的人都笑瘋 好嚴肅 他都不會笑 因為羅智翔的那個舞蹈 我確實重視在手部的動作 要不是的話 我幹嘛帶燈要幹什麼 可是 因為他就一直 你就是 你這是蔡依林的 搞笑了 沒有 同一團了 同一團借來用一下 蔡依林用完 羅智翔拿去用 他就拿個裝 就是這樣 藝能界裡面 這個身材比例 六四 腿只有四 只有他 六四 腿比較短 腿只有四 就是他 所以他只有手部動作 反而是 可是他有下半身 他剛剛一直頂 不知道在頂 剛剛有一個動作 那個是什麼 哪一個 不過他的重點是在哪裡 全身的力量 這個我在公園看過 我都能背背背用 你怎麼是肚子 要不然你來試看看 很難嗎 憲哥是有巧勁的 怎麼可能 憲哥 是不是因為比例 比例是六四的 都可以做這個 憲哥是五五好不好 六四是這個 來